同事相约饮酒,没有想到却因此爆发冲突 7号晚间,花莲市一间卡拉OK 有两名男子在喝完酒之后起了口角 而其中一名阳性男子情绪激动 甚至还动手打人,导致气喘发作 刚好遭路过的巡逻远警撞箭 立即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医 都叫你别这样了 男子依然火气很大,继续指着同事大声咆哮 警方连忙拉开两人距离,同时好言相劝 就怕再次发生冲突 因为就在刚刚远警才亲眼目睹他们大打出手 哀咒的理性男子脸部擦伤坐在地上 让救护人员擦药包扎 但动手攻击的人却躺在单架上 因为他疑似情绪太激动 导致气喘发作必须送医治疗 7号晚上11点多,花莲国林二路的卡拉OK店前 27岁的阳姓男子和41岁的理性男子室公司同事 下班出来喝酒却喝出火气 好好的下班喝酒却因为一时冲动吵架动手 不仅和对方挂彩自己也进了医院 还得被依法送办 就连兄弟知情恐怕也就此破裂 记者周家郎徐丽琴花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